多吃水果真的健康嗎 今天邀請到減重名醫 宋燕仁醫師來告訴大家 血糖爆表該怎麼辦 跟要分享瘦身的關鍵就是控糖 他只吃一餐 前一個晚上是142公斤 第二天早上是136公斤 怎麼可能 該怎麼戒足糖瘾 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我們又再度邀請到 減重跟糖尿病的名醫 送醫師 而且你有好多朋友去諮詢 真的 你知道嗎 我還遇到有朋友跟我說 我看你們下班經濟學 那個送醫師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的門子我都掛不到 對 而且你看 就包括 就第一次來的時候 連我們的攝影師 都是按照送醫師的方式這樣 瘦下來的這樣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更進一步了 因為很多的朋友都在問 像減醫師吃糖這件事 減糖吃糖這件事情 糖其實它在身體裡面 它是會興起一個非常強的反應 那這個反應事實上是會 會直達到你的腦部 它會興起我們的腦部裡面一個 跟快樂有關 或者說跟興奮有關的一個 神經傳導物質叫做多巴胺 多巴胺那種情緒是一個正向回饋 就是你多了之後會要更多 所以你會越來越想 成癮的感覺嗎 就是一個成癮的正向的加強 所以我這次要這一點 下次我需要更多一點才可以達到這個 下次可能會更多 所以這次基本上就是一個成癮的循環 那這個血清素剛好相反 血清素是 我好棒 我夠了 我滿足了 所以它是一個滿足感 幸福感 是 而且這張圖我看得很觸目驚心 糖比毒品的成癮率還要高上八倍 而且它們刺激的地方似乎看起來一樣 對 實際上這個報告很有名 就是用核磁共振 尤其是叫做功能性核磁共振 就看你當時活動性的腦部細胞裡面 吸取了多少葡萄糖 代表它興奮的程度 結果發現糖跟毒品 第一個興奮的位置是一樣的 都是腦內的一個核 結果發現糖吃下去之後 跟吸毒 尤其是像Cocaine這種 骨殼鹼 甚至像海洛因這些東西 興奮的位置是一樣 所以代表意思是說 它的成癮性是非常高的 的確我們在很多臨床的經驗 跟病人分享的感覺 或者包括自己自身過去的感覺 也是一樣 一段時間沒吃糖之後 真的會想念糖 那我的病人說會想念 我也不否認 我有時候也會想念糖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可不可以爆糖 偶一為之真的不妨 你要長期的壓抑這種感覺 其實反而會在減重的過程當中 變成一個情緒上面的壓力 這個壓力反而倒過來 讓你的減重會卡關 所以我覺得偶爾吃個糖 本身並沒有太大問題 但我不是說 你偶爾可以去吸一下骨殼鹼鹼 糖會傷害到我們身體哪些地方 這個問得非常好 小兒神經內部命的教授 叫Robert Lustig 他講過好多次這個題目 就是酒精跟糖的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酒精是急性的中毒 你喝酒喝多了 你可能腦部立刻受傷 立刻昏倒 而且它比較貴 糖它是一個慢性中毒 但是兩者相同的地方是 它第一個都有劑量反應 吃越多中毒越深 第二個差別是說 它最後病理的位置居然很接近 有時候酒精在身上 只有肝臟可以代謝 那它糖它主要是指果糖 果糖也只有肝臟可以代謝 結果它們在肝臟裡面走的路徑 最後居然有相當大的成分 是跟酒精一樣的 所以在美國其實果糖被稱為叫 Kids Beer 小朋友的啤酒 所以小孩子其實很早 如果接觸到糖的話 他們很早就成了糖液 那其實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你如果看在兒童的party裡面 你只要看他們躺之後 那個房間裡面立刻充滿了歡笑聲 跟在酒吧裡面喝完酒的年輕人 一模一樣的感覺 既然糖會影響到身體的機能 而且這樣講起來的話 減重的關鍵就是減糖 我認為減糖是一個簡單有效 而且原則確立 那比較符合邏輯 我相信熱量主義有它的價值 因為它非常容易計算 那實際上也可以看到效果 它最大的問題在於它很難持久 反而低糖是變成一個生活方式 像比如說我提上我的211 我的211不是極低糖 但是在對於現在的飲食的策略來講 因為現在我們一般建議的糖的熱量 在國健署或是國民營建議的時候 是大概要佔了你總熱量的55%到65% 要來自於糖類 那我的211餐盤市場大概40%左右 相對來講是低的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它降的更低 比如降到30% 甚至降到20% 如果用克數來算的話 假如你一天可以把你的總糖量 或者我們講淨碳水量 降到100公克以下 大概都可以達到非常有效的減糖的效果 那如果你低到50公克以下 它就會可能就開始進入生酮的範圍 所以這等於說低糖這個領域 從減糖到低糖到生酮 可以說是一個思維的貫穿到 從簡單到極致 不過宋醫師 因為其實像是您之前 來跟我們分享過168 或者是211餐盤 其實都有很大的迴響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較做不到 那其實像是剛剛提到的低糖飲食 跟生酮飲食 其實也是有很多人都會想要嘗試的方式 他們各自的優劣又分別在哪些地方呢 其實孰優孰劣我還是那句話說 沒有一個飲食法適合所有的人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去試試看 哪個東西適合你 我只能講說生酮飲食 可以說是低糖飲食的 最極端的一個飲食法 所以它比較會 我個人也覺得啦 因為我自己試過 我覺得它的操作面 其實也不是一個可以持久的方法 我個人覺得 有些生酮人可能會反對 就是說我吃生酮都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真的按照古典的生酮 你說75%甚至到80%以上的脂肪 在一個盤子裡面這麼多的脂肪 平常講吃起來感覺還蠻膩的 那為了要填充 甚至還有用喝油 前一陣子很流行的MCT油對不對 那MCT油又是生酮飲食裡面 有點像取巧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怎麼樣要讓你 迅速的達到生酮 它就選用這種所謂的中鏈脂肪酸 其實天然的來源主要是 椰子油跟奶油 這兩種東西的作用為什麼那麼快 是因為我們身體不傾向於 儲存這種中鏈的脂肪酸 所以很快在身體裡面 你吃進去它會立刻把它代謝掉 那代謝的產物是什麼 脂肪的代謝產物就是銅體 所以它會產生非常快速的生酮反應 假如你沒有配合糖的話 可是這邊要注意就是說 假如你奶油加上碳水 就是高油高糖 那個糖本身會取代 讓你所有脂肪的反應 那個脂肪最後還是會被穿起來 所以高油高糖是保證避肥的組合 所以就是說我常常看到 有些以前我簡中本在學院 他吃滷肉飯 我說滷肉飯避肥 你光吃飯還沒那麼肥 或你光吃滷肉還沒那麼肥 可是兩個加在一起 那個是一定太棒 太棒 那是超級熱炸燈 對啊 珍重專用的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不知道的話呢 看到這邊 如果想知道更多211餐盤 或是168的這種減肥方式呢 我們下面還有影片的連結 我們在生活中其實不知不覺 就會不小心就失陷很多的糖 然後我就沒有想要吃糖 可是他說我明明沒有吃 為什麼還會胖那麼多 對 這個其實我們生活當中 有一些所謂的隱形存在的糖 比如說我建議你說 你可以吃蔬菜 他們就吃生菜沙拉 然後他們常常看我吃生菜沙拉 可是他就加了很多的沙拉醬 其中最有名的叫做 千島醬 千島醬裡面的糖量 你可以去查查看 那個糖量真的是不得了 油醋是可以的吧 油醋 不是也有糖 我基本上覺得可以 可是我那天特別去Costco 因為我想說 看看Costco有哪些醬料可以用 我記得那個Balsamic Vinegar 就是義大利醋 義大利香醋 我想說Balsamic Vinegar 應該是醋吧 然後我一看它的成分 蛋白質磷 脂肪磷 碳水磷 糖 19克 幾乎全是糖 它只把它做成酸味 我真的嚇一大跳 因為酸的東西要用甜味去綜合 對 所以我真的嚇一跳 原來Balsamic Vinegar裡面全都是糖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很多的醬料 如果你不只去看後面的標示的話 你完全不知道它的糖量 第二種東西就是加工食品好了 它一定會經過某些調味料的處理 它不可能用原來的味道 原來味道就顯不出它這家產品的特色 可是你如果你看後面的成分 且不談它裡面那些化學名聲很長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大部分是防腐劑這類的東西 前面你看得到的成分 大概調味料裡面第一名的是鹽 第二名就是糖 對 那為什麼鹽跟糖會變成這種 加工食品的主要的兩種 所謂的外加添加物 是因為食品科技早就告訴我們 適當的鹽跟適當的鹽 最能夠刺激味蕾 所以這是英國的食品科技 所以有一些比較反食品科技的 這種社會學家就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的大腦 早就被這些食品科技的人綁架了 他們完全用大數據可以猜測 我用哪種鹽跟哪種糖 可以綁架你的大腦 所以今天如果你說喝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好甜的 大部分這種含糖飲料 你都覺得是甜的 可是它讓這個甜味更甜 它其實需要鹽 對 所以你去看可口可樂 後面第二個成分也是鹽 還有那種加鹽砂飾 對加鹽砂飾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洋芋片 很多洋芋片 洋芋片裡面它是鹹 就是什麼起司或辣 它裡面糖分超高的 真的 就是你要讓鹹味凸顯 你要加糖 要讓甜味凸顯 你要加鹽 這兩個組合是非常有趣的組合 其實像是我們平常都知道 如果要減肥不太適合吃水果 特別是太甜的水果 那不甜的水果居然 吃芭樂對不對 不是可以嗎 就是第三個隱形 我平常想說我以前 我也是隨著我自己的減重的經驗 跟我後來開始看診的經驗 我其實早期認為水果也是健康的 跟大家一樣 甚至我們看營養學的書 也都認為水果是健康的 直到我看到我的病人的反應 我一個糖尿病人 我說檸檬可不可以喝 我說檸檬應該OK吧 他可能加了蜂蜜吧 沒有他就直接擠檸檬汁 他就擠兩顆 然後他立刻就傳一個LINE給我 他的血糖肌 360 他喝檸檬而已 檸檬汁可以讓他的血糖飆到360 我真的嚇一大跳 我說原來檸檬也不行 我就開始去上網查這些水果的含糖量 包括像番茄 包括像小番茄 芭樂 像芭樂 芭樂 我才知道說這些水果 我們過去認為吃起來不太甜的 其實它裡面含糖量都非常可觀 更嚴重的可能你會不相信 我一個糖尿病人問我說 絲瓜 因為他們家裡種絲瓜 他說絲瓜可不可以吃 我心裡想過去 我所在文獻上看到的絲瓜 它是說是低糖 對啊 我說應該沒關係吧 蛤蜊絲瓜的湯超甜 他吃了 他就 他的新鮮的絲瓜煮了之後 他吃了一天 他也把血糖 就是他把血糖計算給完 接近300 而且可怕的是 三天都下不來 三天都下不來 就是我那個糖尿病人 他在血糖高到連續 就200多 持續了三天都下不來 他嚇壞 我也嚇壞 我說很多的理解 我們過去對於一些食物的理解 可能沒有經過這些比較敏感的人 尤其糖尿病的病人 來測試他中間對於糖的影響 那我們想這樣 講說 肥胖的病人跟糖尿病人 其實有點不一樣 糖尿病人可以說是 胰島素相當缺乏或是功能不夠好的人 所以他糖的反應很激烈 我們一般的肥胖者其實 常常掩蓋在你面前的數據是 血糖其實波動不大 但他背後為了控制這個血糖 胰島素的波動很大 所以我的直覺的結論應該是說 從這個經驗看起來 這些果實類的蔬菜 真的要小心 寧可不要太過時 或者真的是查文獻查得很清楚 這個果實類的蔬菜 比如說像茄子 但我相當確定 茄子就是那種紫色的茄子 它裡面含糖量是少的 可是那種有甜味的果菜類 包括現在絲瓜 胡瓜 茄子都是醬燒茄子 其實它是糖超多的 可是我有些疑惑 比如像是大家都會說吃葡萄 有多酚啊 抗氧化啊 然後又有很多維生素啊 很健康啊 對啊 可是你最後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多酚都存在在哪裡 都在皮 不是那個肉 它在皮 所以你吃葡萄皮是好的 但是誰吃葡萄皮 葡萄皮讓都是吐出來的 我都會吃掉啦 所以人是可以完全不吃水果的 其實我們人從來沒有因為 不吃水果而死亡或生病的案例 所以人其實沒有絕對依賴水果 水果裡面所有的營養素 幾乎都可以從蔬菜裡面來 甚至於我們剛剛談到 就是在中間談到所謂英努特人 這種活在北極的 活在這種什麼格林蘭這些 以前叫做艾斯基摩人 這些人他們其實 那個地方基本上沒有水果 他們一輩子沒看過水果 沒吃過水果 對 這些人他們吃的是生冷的肉類 這些肉類裡面 其實他們都含有維他命C 其實研究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人類是所有哺乳類動物裡面 唯一不會知道維他命C的動物 對 其他動物他自己都會知道維他命C 其實像羊 羊在生病的時候 他自己肝臟合成的維他命C 是他不生病的時候的兩萬倍 所以維他命C 為什麼我們現在認為說 維他命C具有抗疾病的效果 是因為從一些動物實驗發現說 動物它本身抗病的時候 會產生很多維他命C 所以我們認為人類需要維他命C 常常會認為說 因為維他命C 剛好這個C跟Citrus 是跟菊原質在一起的 剛好也跟當初的第一個臨床試驗 就是英國船上面的壞血病故事 那個林內醫生吧 他讓他的船員裡面 就幾個實驗組 其中一個就是吃橘子 吃橘子之後 他就解決了他的壞血病的問題 才從那裡面慢慢的導引 就知道維他命C是有用的 因為這個C就跟當時的橘子連帶一起去 你看現在維他命C的廣告的代表 幾乎都是橘子 或者維他命C片做出來的口味 幾乎都是橘子口味 所以這是一個很巧妙的聯想 可是你如果看維他命C存在於哪裡 好多食物都是富含維他命C的 醫師聽說你那邊有很多的這種 求診的病患 他們是後來透過控糖 他們又得到很好的效果 是不是 第一個是我的社團裡面的社友的分享 他一年來減了60公斤 蛤 他本來多重 他本來大概110公斤左右 他減到超過你一個人 對啊 減到超過他自己的一個人 他減到超過接近我一個人 對 所以他是健康瘦的嗎 他就是用211 他甚至還沒有加上所謂的168 他就是等於說用一個健康的飲食方式 他就慢慢的這樣子瘦下來 那這是我在社團上面的見證 那我自己的病人或者是學員 我最早期的見證是我一個 一個在素健診所的病人 那時候我還沒有正式開檢中診 只是他胖 然後我另外一個同事 就推薦他來跟我聊一下 那聊的過程當中 我就跟他講說 你在家裡不做菜 你請你太太來 我就跟他太太講說 你回去做什麼菜給他 然後他就準備了一早上照給我看 說哇那真是漂亮不得了菜 更驚人是這樣子 他第二天早上就拿一張照片給我說 松醫師發生了什麼事 他只吃一餐 前一個晚上是142公斤 第二天早上是136公斤 怎麼可能啊 一個晚上掉6公斤 我也覺得很驚訝 他就洩藥大餐 沒有 他就吃這麼一餐 那後來我其實有個口號就是說 其實你要減重 先健康起來 所以你先從事健康的生活 先吃健康的飲食 你根本不要設定說 我今天是為了減重而吃這個 我是為了健康 你只要去從事健康的行為 大概你身體就會慢慢朝健康的體重邁進 這是我比較想要提倡的觀念 是 那其實我有聽過一個說法是 如果你吃甜的東西可能會更開胃 然後你就會越吃越餓 所以是胖的人 瘦的人反而不會是真的嗎 對 那吃一個讓血糖上療可能就不餓了 胖的人越吃甜 他會越想吃甜 因為他腦袋裡面對甜的感受都降低了 就像我們剛才講成癮反應 他最後需要更強的刺激 可是瘦的人 他的腦袋實際上是非常敏感的 他只要達到一點點 他就已經覺得夠了 那我其實拿臨床來對照 我的病人裡面真的有這樣的人 就是說他其實對甜的敏感度 敏感到說他其實吃甜會昏的 甚至於說他減重減到一個程度之後 讓他體重瘦下來了 他在吃糖的時候 他那個昏的感覺是 他吃完之後是那種無法支撐的 糖醉了 糖醉就會躺在那邊一兩個鐘頭就昏過去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非常明確的一個反應 所以胖的人他在餐前吃甜他會更餓 可是瘦的人他通常不太喜歡去餐前吃甜 因為吃完之後他會沒有胃口 所以胖的人跟瘦的人 對甜的反應可以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但是如果已經就是有點糖飲了 我通常是特別是女生 就是很習慣要吃點甜點 那我要怎麼去戒除我的糖飲 讓自己可以心情還是是開心的 但是又可以同時達到健康 我覺得就是一種轉移的轉移焦點的概念 比如說你想辦法從事比較容易得到正向回饋的行為 比如說運動 談戀愛 談戀愛 愛的擁抱 其實也是很好 其實當然生活上面當你是一個獨生者 或者說你其實沒有隨時可以有人可以擁抱 或者談戀愛的時候 就來找瘦醫師 就來找 我覺得運動是一個好方法 運動其實本身就是運動醫學早就好 它就會產生一些很多正向 比如說腦內飛 這是一個讓你快樂的東西 紓壓 熱水澡 或者是我常常講的 那你就乾脆吃一個好好的正餐 充足了蛋白質 蛋白質實際上也會讓你快樂 因為蛋白質本身它不只是飽足感 它會刺激所謂的荷爾蒙叫做PYY 這PYY馬上讓你有一個幸福感 所以其實吃一個健康豐盛的餐來 靠賞自己 裡面事實上就減少糖類的社區 是非常容易滿足快樂的 如果你在戒糖的時候 身體會不會產生一些 像毒品戒斷症候群 對 會有嗎 會嗎 我覺得戒斷症候群 其實是在生理上面跟心理上面兩種 的確會有 心理上面的確是一個依賴感 生理上面其實是因為糖分 過去你的身體太過度依賴用糖做燃料 突然糖斷掉之後 你要開始轉換跑道的時候 你身體裡面利用脂肪的酵素系統 還沒有完全被治活 你身體裡面就會覺得 非常的需要糖的感覺 所以我不會一下子讓你把糖斷掉 我們就是前面兩週開始減 然後開始嘗試斷 如果不行就再回來 所以其實循序漸進慢慢減 總是可以達得到 其實有的時候嘴纏 它的原因不見得是你真的餓了 反而有的時候是你水喝的不夠 水本身它其實是在 我們的身體裡面 很多的酵素系統裡面 它是一個必要的成分 甚至我這樣講 雖然說你身體不會缺乏這個反應水 但是我們的脂肪在分解的時候 它其實叫做水解反應 它當初合在一起的時候 水合反應 所以水本身實際上是 我們身體裡面代謝脂肪 非常重要的一個化合物 當你身上的水分不夠的時候 你開始會想要吃東西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是水不夠的感覺 因為是嘴纏的最好的方法 是上去喝水 那你如果要吃一些東西的話 我的建議是這樣 最好吃一些不會讓胰島素 快速波動的東西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其實有些人的血糖 不見得會很立刻反應 但是胰島素會反應 胰島素會反應的一些食物的內容 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如果你選擇這個時候吃的話 我會建議吃一點蛋白質 水煮蛋 像水煮蛋 是最簡單的方法 柴葉蛋都可以 那基本上價錢也不貴 那你吃一個兩個 它總熱量也不是很多 但是對於血糖的影響 它基本上是相當低的 甚至於它本身在你肚子 空腹很久的時候 你吃蛋白質之後 你身上第一個被激活的荷爾蒙 實際上是深糖素 所以它會讓你血糖暫時性的升高 但是又不會高到太高 而且是深糖素所造成的 那深糖素基本上是燃燒脂肪 或者是崩解肝糖 它經常是會減重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嘴饞 想吃東西 吃一點蛋白質的食物 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在戒糖的過程之中 要補充什麼 當你減糖的時候 身體裡面會出現一些反應 就是當你的胰島素降低的時候 我們胰島素其實傾向於流出鹽分 所以當胰島素降低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流鹽的機質會減少 你身體不會需要這麼多的鹽分 這個時候反而你需要在外面一點點的 一些礦物質的補充 所以我常常覺得說 其實補充一些礦物質的水 那我常常喜歡補充一點 簡單的海鹽水 那個海鹽水到底要怎麼調 對 因為這讓很多人吃到太鹹的話 其實不舒服 所以我大概的建議 大概就是兩千七七 我都補二到三公克 有淡淡的味道 淡淡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鹽在很淡的時候 其實到嘴巴裡面感覺 反而是有點甜味的 所以不是真的鹹味 因此我覺得其實那個感覺 會跟你普通喝水的感覺 那種死白死白的感覺不一樣 不會那麼無聊 會有點礦泉水的味道 是 所以今天這一集做完之後 我相信有更多的觀眾朋友 可以從裡面得到 一些重要的資訊 今天謝謝松醫師 謝謝松醫師 謝謝長花 結果我喝了一杯這麼甜的東西 整集在講劍 再見囉 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